好 今天全球第一線我們邀請到的是淡江戰略所的副教授 黃介鎮 黃副教授加入現場 教授武安 武安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教授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坎貝爾最新的發言 其實他也表明了不支持台灣的獨立 而且這項發言呢 也被外界視為是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 同時也要平衡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不曉得您是如何解讀呢 簡單的說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也就是兩岸政策 基本上是回歸基本盤 今年是基辛吉前往中國大陸試探美中關係正常化的50周年 那麼現在拜登政府裡面主管外交國安事務 有很多人在克林頓總統 也就是上一個世紀最後一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就已經露出頭角 那麼坦貝爾他個人也經歷過 1995、1996的台海危機 那麼也非常清楚 在這個克林頓總統任內曾經發表過 對台的三部政策 也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支持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 也不支持台灣參與 必須以主權國家為地位的國際組織 那麼當時克林頓的三部 我們對照現在的情況來看 唯一改變的就是 在台灣有過三度政黨輪替 台灣的民主越來越活絡 所以我覺得坎貝爾的講話 他一方面站穩了美國的基本盤 也就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中間 包括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 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所簽訂的三項聯合公報 總的來說就是美國維持跟北京的官方關係 維持跟台北的非官方關係 這一點底線是踩得非常的硬 也非常的準 另外一方面 這個不支持台獨 這條線也是畫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美國不支持台獨 是歷任政府一直有的政策 只是在台美關係改善的進程越來越多 那麼內容越來越豐富以後 會給大家一種模糊的印象 認為美國可能會要從一中政策中間向外偏移 那麼這個基本上在坎貝爾 這個跟亞洲協會的這個視訊會議中間 等於再次說明美國對中政策 或是兩岸政策的基本盤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等於是讓北京吃了一個定心丸 就是美國現在跟拜登政府跟台灣改善關係 並不會觸碰一個美國自己一個中國政策 和不支持台獨的這個基本底線 那麼是不是經過這樣子的談話 所釋放出來的訊息 表示出將來美國現在可以慢慢慢慢向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逐步的改善 或者甚至邁向美中兩方的領導人會面 這個我們就還要再持續的觀察了 是 那麼教授 另外對台灣的最新人事布局也出入了 美國在台協會要迎接首位女處長 致使國務卿亞太副助卿孫小雅要接任了 而她不僅外交自立豐富也精通中文 值得注意的是她過去曾經就在AIT任職過 也曾經駐大陸北京 這項人事布局是否是在美中台之間做出一個平衡 可以加深台北友好嗎 孫小雅她上一次派駐在台北的時候 應該是在李登輝總統的任職的期間 那麼她在海峽兩岸 就是台北跟北京都有服務的經驗 對於兩岸關係的始末 以及她困難之處 應該是了然於兇 那麼所以以她過去的經歷 那麼還有在國際組織中間 因為我們參與APAC事務 我相信跟我們外交部 一些長期擔任國際組織工作的同仁 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麼她來當然是一個新的變化 就是她是首位女性的AIT的處長 那麼但是她在這個美國的政策維護上面 美國利益的保障上面 一直都是屬於非常傳統 也非常強硬的一位女性 所以我覺得她有女性的柔軟度 也有立場的強硬度 那麼在現在我們還希望繼續改善 台美關係在盡可能的範圍之內 在不衝撞美國自己的利益和原則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孫小雅她會持續接替 這個利益傑處長的這種做法 繼續在台美關係加強上面 會盡很多的力 我們期待她的到任 是好我們謝謝教授的分享 現在看得出來 除了她是在性別平權上面 一個極大的AIT的處長 是首位女處長即將就任 另外方面外線也很關心 如何在美台關係方面繼續深化 我們謝謝教授這節的分享 謝謝您